好 大家好 这里是小事天文 安卓系列的平板在这两年可谓是层出不穷 像今年发布的小米Pad60 iQOOPad等平板都是比较热门的 但是从游戏配置上来看 这些平板总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作为一个等等等的我 在等了近半年之后 终于等来了红魔首款平板电脑 那么这个平板电脑到底怎么样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先来看一下外观方面 这款平板采用暗夜骑士黑配色 中间带有红魔logo标识 左上角搭配了1300万主摄 背板全金属一体机身 触感比较细腻 那我们再来看到正面 12.11英寸 2.5K超轻大屏 分辨率2560x1600 240Hz触控采样率 峰值亮度高达600尼特 10比特色深 在游戏中的画面体验呢会相对更好 游戏沉浸感以及更强 而且在屏幕的亮度 流畅度和灵敏度方面 表现也都还不错 我说它是最适合玩游戏的平板电脑 不会过吧 要说这代平板最大的亮点呢 我觉得就是它的性能 满雪版骁龙8家芯片 结合红膜的性能调校 配置感觉给的还是挺足的 那我们再使用跑分软件看看 连续几轮测试 平均跑分都保持在134万左右 那这次红膜电竞平板的游戏表现如何呢 我们拿原神距离 使用极高画质运行 主程跑图和深渊体验下来 都还是比较流畅的 帧率基本稳定在60左右 再来试玩一下Q飞车 整体帧率呢也都比较稳定 基本在120左右 机身温度最高35度左右 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另外在游戏中呢 屏幕左右两侧向内滑动 打开游戏空间 电竞感呢瞬间拉满 两侧带有比较使用的游戏插件 向右侧有录像手动回录等 还可以按照自己所需的功能进行调整 并且这款平板呢 支持键盘鼠标手柄映射连接 能给玩家带来更丰富的游戏体验 目前市面上的平板呢 大多只能连接WiFi使用 外出使用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方便 需求量大的话 长久连接着热点也不是个办法 这款红膜的平板呢 支持5G智慧通信 可以直接插卡使用 不管打游戏还是办公娱乐 都不用再受WiFi的束缚了 在日常使用中呢 红膜给我的感受也还是不错的 支持一屏三开 左边微信聊天 右边写脚本 小窗播放视频 满足多种场景需要 如果你手里还有其他红膜的设备呢 还可以解锁更多的功能 像剪切板共享 跨设备打开文件 应用流转等这些都是可以的 续航方面呢 这款红膜平板电脑的电视容量 为1万毫安 搭载80瓦快充 就算电量高级 咱们给它插上电 不到半个小时呢 也就能回血一半 这高效的充电方式 真是缓解了我多年的电量焦虑 让我可以放开了打游戏 从来使用下来呢 红膜电竞平板 延续了红膜硬核电竞机 硬核超高性能 面对游戏领域呢 也有更多新奇的玩法 满水消灯板 8加芯片 结合红膜的性能调教 给游戏爱好者 带来不错体验的同时呢 也满足了日常使用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觉得这款 红膜电竞平板电脑怎么样呢 你们在玩游戏时 会选择什么样的平板电脑 可以在大幕后评论区留言哦 这里是小时体验馆 认真分享每次产品使用体验 关注我 看客户开箱 下期开什么 在评论区说了算